伸磨 提到伸磨 我们常听到的 反而不是主动伸磨狭窄 是二肩伸脱锤 这个到底在哪里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中间 如果自己有二肩伸脱锤的 会不会有点紧张 因为我们女生很多 而且我常常在激診 大概十个胸痛 有九个以上 都不是真的心脏病 然后大部分这些人 都是我们女生 然后想太多 太紧张焦虑了 然后一听 就会听到她的心跳是 我们是 它是 就是多了一个杂音 但是那个杂音跟 像这种逆流 这种要开刀的那种 嗚嗚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还好 但是就是这样的病人的话 你的心脏的半膜 因为不正常 所以只要有一个感染 有可能细菌跟免疫系统 会把那个细菌 直接植在你的半膜上面 造成这个半膜的坏损 那你就会直接跳到 心脏衰竭 或是心率不整 这个族群了 对 他自己曾经讲过的 在这一次心脏出问题之前 他曾经在媒体上提到的是 他有这个偏头痛的状况 就是大概在三年前 然后他在媒体上讲述就说 他很奇怪 他的那个偏头痛 是指痛右边 而且会痛到 让他没办法入睡 就好像 而且痛的程度是像 有人抓着他的头 这样子 剧痛 那另外呢 他说 他曾经也去检查过 照这个电脑断层 抽血等等 但是只有发现说 其实大部分指数也算正常 只有他的这个胆固醇 总胆固醇跟坏胆固醇 都是偏高的 这样子 然后呢 他的这个头痛的问题 其实是一直都 蛮困扰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原因 但是他觉得怀疑说 是不是也跟他的这个 颈椎方面的问题有关 因为他是后来有查到 他的这个第四节 第五节有压迫 那这个压迫呢 他去做了一阵子复健之后 包括超音波跟牵引之后 发现这个偏头痛就好像好了 那好了 然后他就想说 会不会只是这方面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想到 跟他心脏有关系 胆固醇高是跟年纪大的 我们讲的主动脉半狭窄的堆积 有关系在半膜上 但是偏头痛是一个蛮有趣的 这个研究啦 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 头痛跟心脏会不会有关系 这2018年一个国外的研究 他是追踪了五万一千个 有偏头痛 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的女性 女性的比较多 但是他追踪了十九年 跟另外五十一万人做比较 他追踪以后 十九年发现说 有偏头痛的病人 他发生了心肌梗塞的几率 会比没有偏头痛高出很多 而且会发生心肝战动 或是中风的比率会变比较高 所以偏头痛 因为我们知道 偏头痛有一部分是因为压力 有一部分是因为饮食 然后天气的变化等等造成的 而且这疼痛是比较难忍受的 所以当你有偏头痛 有时候这种警讯的时候 他们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偏头痛 会跟心脏有关系 偏头痛发生的时候 大部分血管会处于剧烈的收缩 收缩的时候 对血流本身是不顺畅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 像心肝战动 或是像小中风的情况出现 或是像心脏血管阻塞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研究 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如果已经有先天心脏病的人 他的胆固醇同时又高 其实对心脏来讲 风险就更高了 当然 再来留珍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身材不错 那他的三餐 我们这边 因为他上女人 我最大的时候曾经提过 他说早餐一大杯温开水 早上就吃水饺六颗 他早午餐 对 早午餐 然后一个黑咖啡 然后另外有点像这个 这个防弹咖啡一样 他加了橄榄油 椰子油等等的 然后他开始吃下午茶 甜点控 很喜欢吃甜点 所以在他的IG啊 脸书上很多 他跟甜点拍照的照片 那晚餐 蔬菜 白饭 鸡肉 还有个宵夜 米花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 以整体来讲 他一整天 可能因为他早午餐 所以他少了一餐 所以以整体来讲 他的食物的量 我觉得是没有特别多的 所以第一个 其实他早午餐 你可想的 他吃早餐的时间 一定就比较晚 对 可能就不会像一般人 可能八点 他可能说不定接近中午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 空腹时间太久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会刺激 生长激素分泌 这时候如果你又吃 大量的食物进来的时候 其实生长激素分泌会更多 会刺激脂肪的合成 所以其实 为什么之前有人说 不吃早餐 其实反而影响血脂肪 就是从这个观点来 而至于说 你会发现他一整天 食物的量没有特别多 但是基本上蔬菜量 我猜应该不太多 因为你看他早午餐 他完全没有提到蔬菜 他当然唯一有的蔬菜来源 就是晚餐 但是也不知道 他吃的量是多少 然后再加上他 你会发现他的淀粉量 是蛮多的 几乎每一餐都有淀粉 包括他的下午茶 他的宵夜 而且其实 而且有糖分很多 对 而且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他会吃宵夜 是因为可能有时候 教课 下课的肚子会饿 那其实我们都 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说 其实你要运动 要搭配食物的话 其实蛋白质是很重要的 但是会发现说 它的宵夜好像几乎 就是只有淀粉跟糖分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的蔬菜量 是不太够 然后再加上可能 就是甜食是吃太多 很多人说 甜食到底跟鞋脂肪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当我们大量吃 这些精致的甜食的时候 其实它会刺激 我们的血糖上升 导致胰岛素大量的分泌 那这个胰岛素 就会把这个糖分 带到我们的脂肪细胞 去合成脂肪 所以也会影响到胆固醇 好迷惑 我直接拿这张来问你 这都是我们 在网络上看到刘真 他PO出来的 我只是要让观众朋友 有概念 比方说 好我们有时候下午茶 跟姐妹们 好不容易吃个下午茶 这样三层 这个热量 大概是多少 好那要怎么注意啊 其实基本上会很惊人 很惊人多惊人 以大家一般最常见的 cheese cake 就是一片 就是那种三角形的一片 它的热量可能就400大卡 400大卡 一碗饭260嘛 280 对然后可能它不只是吃一片 它可能来搭配一个饮料 OK 加可能一片蛋糕 加一杯的饮料 它的热量可能就700大卡 好那如果以这个好了 你看这个黑色泥 也是好漂亮的黑色泥 很厚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美味 这样子一片大概多少 大概至少我觉得600大卡 起跳 600大卡 而且都是油跟糖 它就差不多吃了一个便当了 对对 可是我相信大部分女生 不会一个人吃完这一块 吃到这么多 对 我们只是用这个来提醒大家 其实甜点你不要少看 它对于我们身体或者心脏方面 没错 那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注意到 它还喜欢冰淇淋 因为冰淇淋的话 当然糖分跟油脂 我想有做过冰淇淋 都知道说 它会弄很多很多奶油 如果以一球好了 因为这边看起来的量很大 冰淇淋它的热量 或者说它对身体的影响 可不可以让大家有个概念 一般来说 如果外面一球 大概是100到120大卡 所以如果你一次吃个三球 那又是三四百大卡 跑不掉 OK 而且如果以甜点店 基本上都是甜点 再搭上冰淇淋 或者它冰淇淋 你可能上面又有一些碎片 饼干 搭配 巧克力 不可多热量总加起来 其实都是很破嫖 好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提醒大家生活当中 其实有一些尽量避免 那好的食物方面呢 对 其实的确啦 因为像刚才我们的康复就有提到 其实会有这种心脏半膜狭窄的一些 高危险局 其中一个就是高血脂症 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三高控制好 那基本上第一个 老生常常常谈了又谈 你到底有没有开始把这些食物 放在你的饮食里面 第一个就是高油脂的这些深海鱼 中小型的 包括鲑鱼 青鱼 海利鱼 秋刀鱼 因为这些Omega 3里面的EPA 其实有研究发现 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三酸甘油脂 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所以其实会希望大家一天三餐 我们选择一餐吃这一类的 高脂肪的一个鱼类 另外一餐我们就吃豆 都是蛋白质 你不要餐餐都吃肉 大家都觉得大鱼大肉 其实一餐吃鱼 一餐吃豆 然后一餐吃肉 这样子分配 那豆制品当然它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优质的蛋白质 但是它没有肉里面的饱和脂肪 所以当然对于心血管是有一些保护 然后再加上炒菜我们一定要用油 或者有些人喜欢吃坚果当做点心 其实这些油我们尽量选择植物性的 像苦茶油 橄榄油 其实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我们的血管都是一个保护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好油去洗坏油 其实是对的 但是切记还是量 你不能说坚果很好嘛 营养师在节目上说坚果很好 每天抱着一桶疯狂吃 我真的有遇到病人这样 吃两个礼拜就去做心刀馆 对 真的 所以其实好油记得它还是油 量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OK 好 那前面这三种包括鱼啊豆啊跟好油 我们今天请雷师傅来教大家做这个 互心料理 我今天要做这道菜叫和风鱼流玉子 其实呢我们在做这道菜这道料理的就跟我们在吃早午餐 西式早午餐那个炒蛋是一样意思的 但是我今天的料是用比较丰富一点 我今天用的是青鱼的部分 那青鱼呢其实它一年四季都会有 而且它油脂非常丰富 但是青鱼要做的好吃 一定要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呢 温度呢就是油温的部分呢一定要适中 而且呢要把它煎得有点恰恰恰那种感觉 这鱼的香味才会出来 对因为一般来讲喔青鱼呢 它是属于比较腥味稍微比较多 稍微比较多一点的那种鱼种 但是如果做的好吃的话 就会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用这种香草的那种味道的橄榄油 OK 要去把它做这一道菜 好那一样呢 我橄榄油把它放一点在锅子里面 因为我橄榄油要分两次加 那第一次呢就是说我们稍微呢 去把它加热之后呢 去拌炒这个食材 那第二次是我们等一下起锅之前呢 再把它淋上一点橄榄油 来增添它的一个香味 风味就对了 好那一样呢我现在先把这个 金鱼的部分呢把它切成一丝一丝 就像鱼柳一样 让它这个在拌炒的时候呢会比较好拌炒 所以现在是稍微煎一下 稍微把它煎一下 就是稍微把温度拉高一点点 那稍微把这个煎一下之后呢 味道让它完全呢是鱼的这种香味都会出来 而且会好吃 其实鱼啊在处理的过程 包括我们在家里常吃的那种所谓的家常菜那种鱼 或是深海鱼或淡水鱼都一样 充分加热过后 然后充分地去做一些料理的一些变化 其实会让这个鱼的味道会更鲜明更好吃 而且鱼我们要的吃它里面的EPA DHA 从平常我们的摄取除了吃新鲜的鱼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这两个那个Omega 3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一太一样的东西 我们想说鱼油里面最常见就是 DHA跟EPA 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这两个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是完全不一样的 DHA事实上大家如果你把人体做 去做一个人体那个结果 去分泌那个西方膜上的油脂 它大概就会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脑一个在眼睛 是含很多的 在脑的话 只要DHA含量比较多的细胞 它的气泡膜的流动就会比较顺一点点 所以感觉起来你的脑的活力都会比较强 所以才会有研究说DHA 好像可以改善脑年痴呆症 然后提到脑细胞的活力 另外为什么可以改善湿力 就是它跟那个叶黄素一样 都是在你的视网膜上 当作一个抗氧化的东西 让你的那个视网膜不要受到强光的伤害 所以跟湿力也有点关系 EPA我们通常就会叫它血管的轻导膜 它主要作用 它写很多 但是它主要作用就是两个而已 第一个就是主要是降低三酸钢油脂 第二个它就是让血管疏脏 这是它主要的功用 只要你降低三酸钢油脂的话 理路上的胆固醇也会跟着降 只要你让血管疏脏的话 理路上你的血压就会跟着降 另外还有大家都知道 这种EPA它会抑制血脚板的拟集 所以它理路上还可以降低血酸的形成 所以我们才会说EPA事实上是顾血管的 DHA比较像是在顾脑的 一般我们原则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常常会讲说 像雷斯物浆料理的话 可能就是那个鱼肉可能要放多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不是很好摄取 因为如果你像你用脂麻 不容易留在体内就对了 不是不是 因为EPA跟DHA 它们两个塞Omicron脂肪酸 它们就算作不饱和脂肪酸 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 像你想想看 一般的猪油你放在桌子上 放在罐子里面一下就硬掉了 因为它是主要属于饱和脂肪酸 可是不饱和脂肪酸 它就是会流动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不稳定 不稳定的话你对它加热 或是碰到空气 它通通就会氧化掉 所以像一般我们有统计过 如果你用煮或是烤 大概就流失了还是20 如果你跑去油炸 我有 他在说你耶 所以你那个肉要多放一点 大概会流失一半 可能有人就会说 那我吃生鱼片行不行 我不要去动它 我生鱼片行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生鱼片也会接触到空气 基本上它也会氧化掉 所以基本上很难 就是说你自然界的鱼里面 你要吃到完整的DHA跟EPA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多摄取是一个方法 这道菜叫做和风鱼柳玉子 对 还记得 都还记得 对对对 像这个蛋呢 其实炒起来会很嫩 而且很好吃 很香 其实就是有类似清冰箱料理 它家里有什么蔬菜啊 什么肉啊 你把雷神的料理讲解冰箱 我这个是精心设计过的 你怎么说乱弄啊 精心设计啦 吃到那个鱼的时候 整个味道都跳出来了